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港股走勢,真是認真不一般 受到美國可能,政府需要短期關閉 以及中國匯豐PMI數據,順於完期的影響 港股越跌越多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走的鐘衰走,雙的鐘雙頭 跌的總歸都要跌 危了這麼久,終於是要跌了 我們先看看今天恆生指數的表現 恆生指數,全日跌了347點 跌幅有1.5%,收窄是22859 已經跌穿了23000關 以及完全回補了早前的上升裂口 大家看看圖片就看到 今天是一支蔭竹,跌穿了水平的藍色那條線 即是完全回補了上升裂口 短期恐防要跌到中期上升通道底部 即是紅色的平衡線水平 我們看看小時圖更加明確地看到 它是建出一個頭肩頂的形態 今日裂口下跌,跌穿了頸線下去 按如頭肩頂量度跌幅 大概會跌到22570這個水平 22570區 回到恆生指數日線圖 即是差不多就是上升通道的底部 不過這樣,這是初步下跌目標 我們看看國企指數 你就會明白 其實現在仍是陰風陣陣 未必可以這麼快樂觀 我們看看國企指數 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連續第九日的陰燭 跌穿了密集區底部 密集區底部在10455點 今天收市是收103.16 跌了178點 跌幅有1.7% 跌穿了密集區底部 不僅連續九日陰燭 在過去13個交易日裡 有12日陰燭 這樣的情況是很罕有的 反映出國企指數的沽壓 是相當之大 你可以說 其實這麼多日陰燭 跌也不多 不是沽壓很大 是 因為可能是浪著來跌 一直在上高派 每日都是高開低走 每日都是高開低收 每日都是高開低收 每一抽高就會有人沽貨 結果都是低收 如是連續九日 13日裡面有12日都是這樣 派貨壓力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大的 已經跌穿了密集區底部 即是它可能是一路排下去 然後會出現一個較快或者大的跌幅 希望不會是這樣 但是必須要做好兩手準備 所以第一件事 跌到上升通道的底部 你看到大約10,200區 沒錯 你可以考慮少住 恆生指數亦如此 可以考慮少住 但是不要躺身 因為這個很可能會跌穿 特別是國企指數這種弱勢法 我們要作兩手準備 萬一國企指數跌穿了 這個中期上升通道底部 估計會跌到去哪裡 估計會跌到去9,700區 也就是途中這條 藍色這條線那裡 這個是8月份的時候的低位 跌到9,700區 所以就不需要這麼心急 一次買完 分段 甚至乎是 你如果是10,200區 即是上升通道底部 買了一些之外 然後就等 等到1萬之下 靠近9,700再買 相應來看 恆生指數都是 如果你跌到去2萬2千5百區 不是說不可以買 可以買一些 但是就不要躺身住 看看形勢 恆子模擬是比國子好 但是相應來說 如果國子掉到9,700 恆子可以跌穿2萬2千5百 跌到去2萬1千5百區 所以我也是覺得 22500左右 買些 但是更加大住 可以後21500區買入 好,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